大家好,我是藏鱼皮,今天是10月17号 这回出来溜一圈 你看大家这个后面的麦 地已经晒得有点白了 干了 幼苗 非常细嫩 有的还是能看到一层绿色的麦芽了 这个晴天的好处 就是 如果是一个雨天的话,你待在家里 待到下午的时候已经紧急于崩溃了 在晴天的话,你就可以出来散散步 看着这个 田野里面的这些植物 吹吹风,吹吹太阳 心情就会好很多 所以好消息是经历了 我印象当中,在一个月的雨季之后 看了一下天气预报,好像未来一周 至少都不下雨 对吧 即便是没太阳,那也是多佣 所以我就很开心 我一定要抓住这个未来一周 好天气呢 好好工作 不辜负大家对我的期望 把这个片子赶紧剪一剪 昨天呢 做了一个 对吧 隶属了这个 党国的赌多罪状 今天呢 我 也说一说好的嘛 说一说好的 比如说 我 拍了一个电影 对吧 拍电影这个过程当中呢 其实 我觉得也学得了一些很多的技能 第一个就是拍摄的这个视角 我们这间是个人类走在路上看到的都是平视的视角 在镜头你可以仰视也可以俯视 然后镜头看到的东西跟人看到的又不一样 所以你通过那个角度去看到那个世界后 发现是一个新的东西 那当然就是电影的魅力之一 它让你看到一些新的东西 这其实是一种表达的技巧 当你 这个平复直序 的生活 你觉得没有任何可写的心意的时候 你换个视角就会发现 很多那些的东西 所以我们现在又从这个影视说到了写作 对我来讲呢 我其实也不是那么 认为自己 很能写 但我 看了一些人写的东西之后 我就觉得 如果不是说想得 洛贝尔奖得什么奖对吧 我就是从会把自己的这些东西记录一下的话 我觉得我肯定比他们写的还是要好一些的 所以 大言不禅的也可以将之归类 归类为自己的一个技能 或者特长 写作 让人精确 就像阅读使人吩咐交谈使人敏捷一样 就是做律师的这个过程当中 不断的写这些法律文书 已经把我之前的那些 写散文和写 继续文的能力给削弱了 或者说 让我写这些文章的 逻辑性过于 强 就让他的文采不足 但是这一段时间呢 因为我不需要写这些法律文书了 所以我又掰回来了 我最近发现我的这个 写 这些继续文散文的水平有所提高 这个也是可以通过胸链的得到恢复和增长的一个东西 除了写作呢 我有时候也看一些东西 当然现在都是主要一些 短的消费的这种文章 比如说时政类的新闻啊 或者衍生 就读一读也许 比较深度的那些报道 偶尔会看一些书 我之前看了一 不是一本吧 看了一部分朋友推荐的 1984的英文版 还有交流的艺术的一个英文版 我也在看一些BBC的一些文化版面的一些 推荐的一些东西 我觉得这个 时间的至少打开了我以前 从来不敢去打开的一扇窗户 因为阅读还是挺耗费时间的嘛 你可能一下午的时间就全部给耽误掉了 然后 现在呢就 满满的都是时间 搞回来了啊 你一直在我里 我去摘下去 我 我背背和我搞他们在种地呢 啊 所以 有时候 这些东西还是让人挺充实的 看一些东西学一学 英语啊顺便学习 因为我之前主要看的话就主要看原版的英文 我也不太 想在这个大中华文 大中文圈经营了 这些东西呢 其实 在当时可能你看不出来这东西的效果 需要一段时间之后你才会发现它的价值 就在前两天呢 我 突然把我那个 减书账号找到了 然后就发现里面之前写过 只要有一个女人系列的文章 我就把那些东西倒出来 我看着 还是挺幼稚 但是呢 那也是 我曾经 已经 意识到我可能 不久于职业这件事情之后 所做的 初始的一些努力 的成果 就 它至少让你 打破了那个 门声做律师的那种状态 就觉得说 我们做的这些案子 我们身边的这些 人 通过我们新习得的这些理念 去看这个世界得到的一些 感触 是可以记录下来并与人分享的 你打破这种沉默将自己现身于舞台之上 接受批评和被关注这个本身呢 就是一种勇气 就不是一个每个人都能做到的事情 而且是需要有个开始的事情 所以你 虽然觉得那些文章依然不是 很好啊 有个词叫毁其少座 就是你很后悔你年轻时候 写的那些文章很丢你的人 但人都有年轻的时候呀 你都有少座呀 你不可能一开始就 就就 这个少年就老成的吧 人情恋达级文章吗 你不可能一下子就很恋达 你就就有一个开端 而且不是说你所有的事情都 准备好了之后你才去开始做一件事情 很多时候都是你 基本的具备的一点点的条件 甚至完全不具备的时候去做 但因应的当时那个 天使呢可能反而成功了 你自己觉得啊 所有东西都齐强的再去做反正就不一定 在现在看的呢 就至少那开作一个开端呢 让我在后面 即便没有办法职业的时候 我还是 再继续写一些小豆腐块的文章 这些文章当然 加起来的这个打赏 也不过就两三万块钱哈 虽然就确实很 很很尴尬很丢人 如果要凭此来谋生的话 大概就真的 减肥都不用靠其他了 就直接饿死了 但是呢 你通过这种文章保持的这种 热度和关注 或者 世俗一点这种名声呢 他这种无形价值是还是比较高的 就像我前两天写我奥伯的那篇文章 那个 文章真的写的 一般吧 速成 因为我那两天也忙着要葬礼 所以就 大概一下午的时间就写的那个文章 就打上了3000多块钱 那这东西就是其实大家 大家对我道义上的支持嘛 用钱来投票嘛 那钱就是选票 大家只是要找这样一个机会来支持你 所以对我来讲 那就有 除了这个文章本身之外 情感上的一种 慰藉 对吧 所以 就说 我之前啊 在今年之前 我大概是真的没有时间去做这些事情 但是今年呢 我就做了大量这样的事情 而这些事情呢 在当时 权宜性的 是为了让我自己不那么痛苦 忘掉这身边世俗的这些 不公和 和 和伤害 在客观上也 多多少少是改变了我的这个行为模式 让我就 我要冲过去一个 让我就不再那么 觉得 之前的那个 四处奔波的那种生活是我唯一可选的模式了 所以即便现在让我 去重新做律师呢 我觉得我有了这些习惯 那我至少有一个鉴定的 不断进步的一个可能性 而有了这种可能性呢 也许啊 就像一颗种子一样 就埋下 也许就会在某一天 生根发芽 然后也会结出一些 果实 哪怕不是那么硕 硕果 这毕竟是一种可能性嘛 就像我那个微信公号绿岛的那个 简介一样 律师不止一面 我认为每个人也 都有很多面 很多技能很多可能性 所以 我也要感谢 这个冥冥之中 为我打开切山窗户的那些 造化 和 他们所安排的 陪我 演出这场 戏的那些 演员 用我舞蹈的说话 话说 演员就是活道具 所以很感谢这些 道具嘛 那我 恰巧就走到了一个 特别 瘦果累累的地方 让 大家看一看 所以我这个 日志本来今天就到这就OK了呢 我就再延一分钟 这一分钟干着啥呢 稍等 我马上就到了 你是我的小小苹果 怎么爱你都不想多 来来来 让大家看一看 看一看我们这个 这个 对 看一看这个 鞦韆的果园 如果是北方人呢 可能还是知道这是啥东西的 但你要是南方人 你估计从来都没有接过 这苹果是怎么接出来的 哈哈哈 你看一看这个满树的苹果 吓人 而且 现在这种晚熟的 没有摘的这些苹果呢 会味道特别好 那个 它是经过了真的是 非常完整的生长期 然后它最后摘掉了袋子 最后着色 现在这个 叫 这是日本的品种叫红富士 非常好吃 算了我就 都不偷人家苹果了 现在基本上 大家都很 很好 不会说 害怕你 你偷人家苹果 你也一般不会去偷人家苹果了 反正但是这种东西就 你看特别的好 希望我们 有一天也真的能够 迎来 硕果累累的那一天